大家晚安 辛苦工作了一个礼拜 终于明天可以放假了 但是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 可能要先有一点雨天备暗了 因为明天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全台湾都有机会下雨 其实原本这道封面 预计在今天下半天 就会逐渐接近我们 但是它移动的速度放慢了 所以今天各地降雨 还是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像是在新北市 还有宜兰 以及在南投和彰化地区 都有一点午后热对流的降雨出现 但是今天晚上开始 这道封面就要逐渐的靠近我们 开始影响我们了 来看地面天气图 其实现在封面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 但是晚上起就会逐渐开始往南压 而且目前看来 它还可能会压到台湾的北部地区的上头 所以明天全台湾都受到封面的影响 有机会下雨的 甚至有局部地区 还可能有大雨要出现 我们就来看哪些地方 特别容易下雨 来看定量降水图了 基本上全台湾都可能受到封面的影响 尤其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在东北部地区 都可能会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一整天雨可能都会陆陆续续的下 甚至还有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出现的机会 而在花东地区也是会有短暂降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礼拜六明天一整天 就是这道封面影响我们时间最明显的时刻 也是这几天相对起来与最多的一天了 只是这道封面影响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就是礼拜六的一整天 到礼拜天上半天 它就会逐渐开始远离 所以在中午过后 周日中午过后 天气会越来越稳定 看到了一直到下个礼拜五 都会恢复成为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高温是上看35度的 继续就带各位来看一下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下雨几率也增加了 有六成 而中湖地区明天也是下雨天 最高降雨几率有70% 而南部地区明天出门的时候 也是比较闷热的高温32度 东半部地区特别留意宜兰 降雨几率是最高的有九成 而外岛最近这几天 还是会有浓雾发生的可能性 好 明天放假了 但是出门记得要带雨伞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